如果你資料增加,它就會增加,減少它就減少 但是記得有個問題,就是你中間不能有斷 如果斷的話一樣,之前有講過吧 那怎麼辦,你這個就要找別的 你不然就由下往上追蹤,就他剛剛寫的方法 會比較保險 不過我自己比較常寫這樣 如果你覺得會有剛剛講的這個中間會有斷開 那你可能就寫CHRGBP上面的寫法 只是說啦,你說老師為什麼他用Sales,你這邊用Range 其實用Range有個好處,就是你點下去它會提示 但是你用Sales,它點下去它不會提示 所以有時候我比較喜歡有提示的 就是一種使用習慣問 你說為什麼Sales點下去不會提示 這個我也不知道,因為VBA裡面就不會提示 這個可能要寫信問他了 你可不可以讓Sales也提示一下 OK 所以有的時候有些規則是別人訂好的 那你只是去遵守 OK 寫程式就這樣 所以有的時候有些問題固定的規則 那那個我不能改 你就是把它記下來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它有個叫Total Salary 這個就是它的薪資 那薪資的話它給一個初始值就是零,零的話 它還沒有加總 所以你會發現它做什麼事 就是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這個 i 其實指的是哪一列 所以它就把第二列做什麼 裡面就做一個邏輯判斷 if if的話就條件 這個條件有點像是那個 三密服裡面的叫做 Criteria 有沒有 那我們一樣取前兩個字 那其實前兩個字 剛剛的寫法是 什麼 一個星號 不是 星號應該加後面就可以了 但在這裡的話就是可以用LAT 取前兩個字 去哪邊取呢 取儲存格裡面的這個D幾列的A欄 不過你會發現它這邊又改 又寫成E啦 但我的習慣是這樣 如果你看著不太習慣 你改成你習慣的樣子就好了 所以我個人的習慣是 我哪怕是參考別人的 那我這邊看不習慣 沒關係 你可以改成你自己習慣的寫法 OK 並不會衝突 好 OK 所以我把它改了 然後另外的話呢 點Value其實是可以不要加 因為裡面的資料 我後來發現沒有加RUN OK 所以你會發現我寫的程式都沒有點Value 所以我習慣是把它拿掉 因為不加也可以 加也可以 那乾脆不要加啊 不影響嘛 OK 除非說你不加會出錯 那一定要加 可是這裡點Value是不用加 絕對沒問題 因為我大概試了沒有千字 沒有萬字有千字 從來沒有出任何問題 OK 好 然後 然後 豆點的話幾個字啦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兩個字吧 不過他還蠻怪 他說L1N算這裡面幾個字 啊就兩個字嘛 那這個有點多餘耶 所以我習慣乾脆L1N是算幾個 所以改成2就好了啦 OK好像會比較簡單吧 如果你寫這樣的話 會反而不好理解啊 算產線有幾個字 本來1、2、2個字嘛 所以有的時候很直覺的地方 就好像可以簡單就不要複雜啦 所以寫程式也是一樣喔 就有點像你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你不用特別還要去解釋 就是某一些字詞是什麼意思 不然的話你每講幾句 然後要解釋那個什麼東西 那他會覺得 好啦不用解釋 我都知道 對不對 OK 我不是小朋友對不對 還有每個地方 所以這裡的話呢 你就直接改2就可以了 那如果呢 他的前兩個字 有沒有這個叫前兩個字 先抓這個過來 然後呢 他是產線的話 所以這個是一個條件喔 也就是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所以他要前兩個字 然後抓過來跟這個比 比完之後呢 是不是 欸是 那他就做什麼 對 如果不是的話呢 他就跳過 跳過他就下一個的意思啦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程式吧 所以呢 他怎麼加總 就是把這個叫Total salary 這原來是0對不對 然後等於0 加上他裡面的哪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原來這邊是1啦 我還改A 然後這邊變成3 3指的是這邊 把這個資料有沒有 工資喔 再跟Sally相加 加完之後存到前面去 所以你看到這個等號喔 實際上是把後面的計算結果 做完之後有沒有 存到前面的意思喔 所以這邊的理解 這個等號千萬不要被混淆囉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說 老師這個等號完全不能理解 為什麼不是這樣子 因為程式跟以前你學的數學是不一樣的 他是把後面的東西計算完 所以這裡面是0對不對 然後這裡面是4909對不對 那加完之後這邊都變多少 對沒錯 OK應該可以理解吧 等號跟以前的數學完全不一樣 特別注意喔 那所以喔 底下其實還有哪個地方可以改 這邊其實可以改 這邊可以改什麼 改成C 然後點Value可以砍掉 這樣OK了吧 那還有NAS後面這個I 不加也沒關係 像我 你會發現我的程式裡面 從來沒有NASI 但是實際上 比較正規的應該要是NASI 這樣才可以序說 下一個I的值的意思 有沒有 可是有時候 因為我看不用加也可以 加也可以 那當然我一定不加了 只是不加 我發現會不會有同學會很困惑 NASI到底這什麼意思 反正你知道後面其實原來是有I的 不加也沒關係 讓程式看起來比較清爽一點 這樣總會比較好 然後那最後加完之後 就total salary 那就可以把它丟到1、2裡面去了 OK應該可以懂這意思吧 那最後的話 其實啦 像這個上面名稱 你覺得如果 這個英文太延長 像我的習慣是 反正我把它改中文算了 因為如果要符合 國情需求的話 這邊有時候會把它改這樣 產線人緣之和 OK 好 那再來把它run一下 這邊把它deleter掉 然後這個的話執行 OK 最後當然啦 如果你需要就加一個按鈕 不過這個好像程式比較簡單 那就不加也沒關係 另外我還會改什麼 你會看total salary這個太長了 所以有時候我也乾脆來個T算了 有沒有 有時候看到這麼長的變數名稱 看了都覺得實在是很不舒服 而且你光要打total salary 因為外國人可能對於那個 因為那個是他們母語的 所以對他們來說其實很簡單 有沒有 就跟我們打中文一樣 可是對我們來說 就是一個很麻煩的事 所以我的習慣乾脆改一個什麼 改個t比較好了 t就total 有沒有 像這個let's go 這個如果你要改可以啦 你不改沒關係啦 因為字號也不太多 OK 像我這個地方我習慣用什麼 我習慣用R 有沒有 有印象吧 所以這邊可以把它改成R OK 那改完之後有沒有發現 如果相較於剛剛那個 這個什麼 Chargebee給我們的程式碼 跟現在改完的結果相較之下 你會比較喜歡哪一種寫法呢 有沒有 他原來寫這樣 那我改完的 我把它貼到這裡好了 有沒有 這個只是一種寫作風格 那 跟各位講 也不是說完全一定要照我這個風格 因為這是我個人風格 所以如果你喜歡哪一種寫法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風格 這沒有關係 也就是以後如果你可以達到一個 你有 具備有自己寫作風格 那表示你已經到了專家的程度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來 所以針對那個Chargebee的程式 其實我把它稍微做一個精簡 所以我要把這個程式 也貼到雲端白板上面 那各位可以參考 那你說需不需要把它精簡 那不是絕對必要 可是呢 如果你沒有把它稍微 去看一下程式的話 那這個程式永遠還是別人的程式 不會是你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變成 是你的程式 的話 而且你也比較能夠看得懂 我是建議你可以稍微改成 你比較習慣的敘述方式 這樣以後的話 你也比較知道怎麼去用別人的程式 來加到你要的功能裡面 試試看喔 那我又把那個我剛剛改的程式 把它貼到雲端白板上面喔 好